《大熊猫》 就是说你看到熊猫小小的时候 就看到你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的小孩 就给你一种爱不失守的那种 让你走不动路的感觉 我们总结来看 《大熊猫》其实繁殖领域方面 就有三个难题 第一个是发情男 第二个是配种受孕男 第三个是鱼幼成红男 这三大难题 实际上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时间 把这个三大难题给解决了 踢了以后 所有的熊猫成活的高大本身就 你知道熊猫我们在人工的环境下 房子的熊猫是不能直接送到野外去的 然后我们来培训 把这个 让它对人类有依赖 这是我们的第一药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卫装 但卫装成什么呢 所以我们想了想去 我们就把自己卫装成熊猫 它的眼里就只有黑北两个颜色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教会 培训他们识别天敌 识别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环境 我的第二项工作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年 但是我一定要坚定心情做下去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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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